中国的粮食危机现在是不是越来缺口越来越大呢 只是现在北京当局要反倒的恐怕还有缺水危机 因为就在洪灾侵袭之下 全中国有安徽等九大省市陆续出现了严重灾情 受困的贫困灾民的民众 起码算一算统计下来高达200万人以上 甚至在当地农村营用水源几乎全部都被摧毁了 所以初步统计起码是有40万人面临是饮水的困难窘境 那么前天八三一习近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当中 就特别呼吁了 那么看是必须要黄水资源要节约来利用 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 一口接一口吃得好像津津有味 这不是吃播是中国一位女副校长 当着学生的面把他们吃剩的食物统统吃光 这是发生在江西省一所小学 画面中的副校长在学生面前将学生吃剩的早餐统统吞下肚 还可以拿出摄影机录影 被批为了执行光盘运动作秀做过头 而长沙市一所中学还举行节食不浪费运动 校长带头签名宣示 将光盘行动执行到底 想要教导学生爱惜粮食不浪费 应该还有更好的方式 另外四川省要求当地农村超过一百人的聚餐需提前两日向政府申报 不过粮食节约还没退潮 习近平近日又力推全民节水运动 目前中国南方洪水持续已将近三个月 洪水破坏部分农村饮用水 造成四十多万人面临饮水困难 2020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除了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 中国现在又陷入缺水问题 限粮又限水 习近平2020脱贫美梦恐怕难以实现 记者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见